10块钱一斤的牛肉啊 兄弟们 吃过吗 今天请大志的父亲做个天台烧烤啊 一会儿我们会出去买牛肉羊肉鸡肉 然后还有一些蔬菜 最后再买一些凳子 现在我们准备收拾好出发 兄弟们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巴基斯坦卖羊肉的地方 1600 这个随便选吗 都一样的价格 这是多少公斤 3.5公斤 那都要了 大哥的刀包很厉害啊 羊蛋600亿公斤 三位要一个吧 13公斤 喜欢啊 那我们可以买一半公斤 一斤 一斤 这只腰子 还有蛋 一斤的羊蛋和羊腰 兄弟们 20块钱啊 太便宜了 这么一大袋子 花了200块钱人民币啊 现在我们准备去买牛肉 这还是个公牛 多少钱 650 多少钱 150一公斤 我的天啊 兄弟们 牛肉650一公斤 10块钱一斤的牛肉啊 兄弟们 吃过吗 请咱买两公斤牛肉 给我们来了一大刀 这边的牛肉特别干 能看得出来 这个肉质比较好 没有什么水分 兄弟们 这巴结友谊啊 给咱们送上奶茶了 输个力啊 谢谢啊 拿个人太像啊 多少钱啊 兄弟们 这么多牛肉 花了不到100块钱 我们还免费喝了奶茶呢 走吧 兄弟们 我们走了啊 这个店是找了半天 没找到牛肚 他们这边牛肚直接就扔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卖鸡肉的地方了 兄弟们 这个鸡爪子是60卢比啊 两块钱人民币12个 那咱们来12个吧 然后咱们再要一只鸡 你问问这些鸡心给咱们要多少钱 免费的 兄弟们 看看这鸡心都是免费啊 这些他们都是不要的 一只鸡20块钱啊 兄弟们 这家生意非常火爆啊 看看都是人 我们开始去下一个地点 兄弟们 我们到了一个蔬菜的店 咱们看看巴基斯坦的蔬菜是什么样的价格 这个120 茄子130 鸡红是300 然后辣椒是160 一公斤西红柿 一公斤黄瓜 然后这些生菜咱们要了 他们的葱是长成这样的 然后这还有一些好像是菠菜吧 这个就不知道什么菜了 一共多少钱 430 430 16块钱买了这些菜 价格还是可以的 咱们再买一些水果吧 要一些橘子 拿几个石榴 再拿一盒宁红桃 兄弟们 这些水果买完了 宁红桃5个大石榴 还有这些一共花了1000卢比啊 30块钱 好了 兄弟们 我们买完了 在买凳子的路上能看见很多牛 他已经把路霸占了 我们来到了一个卖凳子的地方 这个多少钱 8000 这个是7000 买两套 你们老板可以便宜吗 他会给我们送一个救急 那就这个吧 他们给咱们送到咱们家里啊 送一个700多800卢比的桌子 20块钱 一共15500块钱 咱们写一个地址就可以走了 好了 兄弟们 所有东西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回去做烧烤了 到家了 准备把这些食材腌制一下 兄弟们 所有东西已经就绪了 王安的父亲也在这 现在跟厨师在聊天 这位是我们的主厨啊 这位是我们的主要嘉宾啊 这个牛肉非常棒啊 这个是羊肉羊排 兄弟们准备好了 鸡心 腰子 羊蛋 这是羊肉 这个是牛肉 这边是鸡肉 先放这里倒一下 这是孜然 黑胡椒 放一些盐 再加一下这个不知道什么样的马萨拉 又加一味辣椒面 然后又来了一种马萨拉 用它干净的右手把料扣出来了 这个天已经黑了 咱们的家具已经到了 肉已经经过七七四个小时的腌制 现在准备去楼顶烧烤 大帅兄弟很有力气啊 一个人搬六个 大只兄弟也是 看看这小环件 嘎嘎带劲啊 现在这个烧烤的架子已经准备好了 看看这是木炭 然后我们准备把这个灯安装一下 看这种灯 这位巴铁兄弟相当聪明了 他把这个灯的线直接接到这个灯上 只要打这个灯 他这个灯也会跟着亮 我们的朋友已经陆细到齐了 我给大家准备一个开广播 这个油已经喝完了 再不及到这个蒸鱼豉油 这是我在中国偷市买的 这个万物皆可蒸鱼豉油 只要油泼不到东西 看这个都小 然后再撒点香油 然后再来点 鲸姜米醋 兄弟们怎么样 接下来就是烤肉了 兄弟们看看这大肉串啊 这是羊排 大块羊排 咱们大帅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小男孩啊 还在这自拍 看这发型 特意弄了弄 万事俱备啊兄弟们 烧烤正在进程中 你怎么还哭了呢 我还烧了 还烧了 太热了是吧 太热了是吧 可以哭了 兄弟们 今天为了请保安的父亲啊 我们把所有的朋友都叫过来了 保安父亲的工作 最近还没有安排上 但是已经在保安公司里面报名了 巴基斯坦人 吃饭喜欢吃洋葱 还有西红柿 做成这样 然后拿柠檬 网上挤一挤 最近配收口吃起来相当小 人已经到齐了 饭已经准备好了 看一下 一起喝一杯啊 然后这边里部同学 还有厨师大哥 OK 这是零度的啤酒啊 像我说黄我已经下了一半了 兄弟们大家看一下 我烤了一个腰子 还有这个羊宝怎么样啊 好啊兄弟们 下次见